我沒有說 沒有就好說 贏了!贏了! 贏了! 在那邊當公投 這是我們NGO的 還有公民記者 公民記者 一般記者 一中三的 講探位教還是講全部 你要講他多少時間 我給你五分鐘 最重要的 這個農伯這場地 你就是沒有專業 剛我們事務所 從一開始 簽入 從零開始我們就參與這個工作 所以這個地的過去歷史 一直到現在 未來我不知道 這幾年狀況大家都了解 從一片荒蕪的 廢根 一直到現在的社會 那 我想這裡面有三個主題 就是 一個是關於這種 就是這種 水資源的有居在地 因為我們這邊是高鐵開店區 它是一個 就是 地人下限非常嚴重的地區 所以水資源的取用 是非常嚴肅的一個課題 那 就是說 每年下限五到六公分 都這麼嚴重的這種狀況 底下 我們對於這個水資源的這個議題 我們希望在這個土地上面 去做一個那個反省 跟檢討 那 探討了一個比較有可能 是個永續利用的方式 所以我們在這邊 就是去講到 水資源的永續在利用 那第二個是 呃 就是我們在那個 就是建築的購法上面 我們嘗試去用最在地的材料 就是說 就在這個 雲林線內可以找到的材料 我們盡量去用 比如說像是竹子 就是在這個 谷坑山上 石壁社區的那個竹子 我們用這個來構築我們展館 剛好我們這主題是在講 碳匯林廠 這樣 吸油度排放 這種我們現在在文明所 承認總統的問題 那以及我們應該要去面對 怎麼樣積極面對 跟出一個一些 呃 呃 對策這樣 那我們這個管在講這個 所以 呃 就在這個案子裡面我們就很 呃 這個題目 我們用一個 用足夠的方式來切 是蠻切合這個 這個 這個 那從我們 呃 最近的這個 山上 取得我們所要的購組的那個材料 加於 我們做了一些研發 啊 一些新式的購法 跟購建的研發 那變成一個 呃 這種 這個展館 那 從八月份開始就陸陸續續建設 我們算是第一個 這段算是第一個完成 那 呃 呃 雖然說不是非常徹底的永續 因為我們還是用一些 剛購的東西 一些剛構建的一些部材 一些材料 不過就是 主要最要 目的是要讓他們整個造價可以降低的緣故 那趕緊整個工法的普及性可以提高 讓大家可以更多人可以接受這樣的方式 所以我們用了一些 這些混合的過法,就是竹子搭配一部分的鋼構的零件來做 那重點就是說 竹子本身是一個非常有序的材料,它是4年就可以承載 溪度排放量是只有鋼構的2% 這個部分我們有求證過,有數字上找很多文獻,就是2% 非常低排放量的一個構築方式 好,所以我們在這邊提出 那第三個課題就是水,然後這個構築,再來就是土 土的部分我們在裡面有一個展示區,就是希望能夠透過有機農業的這種 把有機質匯入到那個土地裡面去 來一方面改變地,第二方面 就是可以把這個碳蓄積在土地裡面,讓它變成肥沃的土地 那在這裡面我們也是有這樣一個展示 那這棟建築物呢,從外面看起來,因為這個腹地有限 就是這個,從這個內環路到水邊的腹地很有限 所以我們是成一個一字形展開的這種配置 然後經過有高中、低三個不同的量體搭配 那為什麼高的地方? 高的地方就是我們把現場的樹 一棵都不宜把它留下來 我們這塊地呢,就是有兩種樹是它原生的樹 就是張樹跟古練樹 是它自己長出來的,不是我們種的樹 那我們在這塊地上面呢,所有的樹呢 都是把它留下來,我們沒有動它 而且把它變主角,在空間裡面變主角 那待會進...欸?你看過了嗎? OK 像剛才在那個大鵬家那些區,就可以進去看到 經過一個貨櫃,這樣子黑暗的一段段落以後 一進去一打開,整個景觀一向水面延伸 那再一轉身就是看到這個樹跟建築的關係 那我們在這邊想...想去訴求一個就是 這個人造的環境跟自然和諧的這種關係 那基本上是我們最終的訴求 這部分是我們最終的訴求 那...以上等到...說什麼 他講的這個比我好太多 他們剛剛有問說,這竹子是幾年? 剛剛誰問的? 矽冬 矽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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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用了一些鋼材嘛 那有沒有機會,還是用很天然的 譬如說,我們以前在戶外 搭一個高四公尺的遼望台嘛 當然沒有你這麼壯觀啦 但是也還算不錯啦 我們用繩子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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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的 所以我第一個有些請教說 可不可能...不要用鋼的 因為...我來看就...一看到因為很多嘛 看了就...老實講,不是那麼自然了 那第二個就是屋頂齁 有沒有可能是...還是用大自然的東西來做呢? 蠻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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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部分當然可能...現在就是說 他剛剛...這樣做一個目的啦 主要就是說... 我們是有一個意圖啦 就是說想... 想...擴大這個一個產業的一個基礎 就是說... 如果我們還是監守就是...非常自然的材料的話 這個門檻會是很高 然後可能踏不出去 就是只能在... 幾個同好之間流傳說... 哦...我很喜歡你也喜歡我 所以我們變成... 一國這樣子 對...一小國這樣 可是那個一小戳... 可能都不到... 一趴都不到這樣 其實我們有個... 氣球心是想要... 取代那個東西 有個野心啦 所以... 適當的這種... 這種... 技術的引路... 它是相當的必要 所以它的目的就是... 剛才講過了... 更牢靠的街頭 因為我們主要是在處理街頭的部分 花很多... 利器 那...所以透過這些工業材料 我們... 就是... 等於這種辦公業發達這種手法 讓... 更多... 這種... 更多的機會可以被實現 然後... 更多人可以享用 基本上是這樣的概念 那這樣才有辦法讓這個... 這個...這個...這個... 這個產業... 主持產業才有辦法再活絡起來 因為在... 雲... 雲... 雲加... 南... 對... 南投加雲... 雲的這一區呢... 是主持主要產區 可是這個... 其實這個產業已經默默很久了 已經... 已經... 已經泡要閉了 那... 我們是想透過這種東西 來... 來... 看有沒有... 看有沒有辦法... 再出進去吃這種產業的這種... 集體 這主要目的... 其實我覺得... 我... 我覺得... 我... 它這個... 它怎麼... 我說... 我再自然都不會比它再自然的 因為我覺得它... 這種能力是厲害的 那... 剛剛他講到說要把它推廣出去的這種... 其實我覺得這是一種... regration 就是大家之間一種... 拉扯 那... 配合現在這個... 現在有命的需求 那... 我們在那個巴奕島 或是在那個... 泰國青脈 會看到非常自然的那種爆炸 那個是做得非常棒 我們... 去到那邊也非常喜歡 可是我們現在... 缺乏這種工藝的條件 我們這方面的工匠都已經... 沒有了... 沒有了... 沒盤在拌的人 也要吸節用人的器品 對... 人的那個... 記憶的部分... 其實已經... 已經很... 很困難... 我們現在這種... 文明的條件來看的話... 這種工藝條件真的是... 那如果說真的是一個綠劍,假設他是一個藏貨的綠劍,通常他可以到多少錢? 我們年初的時候有辦過一個工作營,叫做茅草頂的一個工作營,幫一個董蘭的百年老廚,他是茅草頂的那個老房子,被供他處 我們幫他就是想要幫他換屋頂,他那茅草頂,茅草頂大概七八年就要換一次 那個主管處已經一百多年了,他阿公時代就已經,主人家主人是八十幾歲,阿公時代就已經有了 所以他其實主要是透過一些購把的那個運用,其實有可能延長他的那個使用的壽命 那即便是時間壽命沒有很長,可是他因為他的那個再生能力非常快 其實這個現在的趨勢,我們的那個,就是林木產品,就是森林的產品,木頭已經 資源的那個潰伐已經很快就明顯就不能出來,所以主人應用是個世界的趨勢 現在在歐洲各個國家,我勸勸四月就參加了世界主持大會,這個趨勢已經看得蠻明顯 那個很多歐洲國家他們都自己是想要研究主持的應用可能性 那我想,是過去一個傳統,那也是一個未來的趨勢,我的看法是這樣 那因為這個購法是也是,學那個,中國古代建築那種多工的做法 就是透過多支點,就是多的,多個連接點的一個做法,讓他整個系統變得穩定 那是多工的做法 他大概再講一下就可以講一個小時 好